佛完全使用内心 实证的功夫 用的是什么呢 清净平等觉 清净平等是功夫 觉就是信德 信德就是圆满的智慧 德能向好也是现前 觉就现前 我们不能现前 是心不清净 心不平等 所以你永远不会开悟 你怎么学 是记问之学 你记得多 你想得多 你想有的时候会想错了 不是真是意 为什么不是真是意 你不是真是心 真是心跟真是意相应 你不是真是心 你是阿赖耶的实现 也就是说 你的心有分别之处 有其心动念 这个心不生智慧 根性得不相应 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 待人觉悟 练功啊 练什么功能 练不知足 练不分别 练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成了 真得 一切都不知足 你正阿罗汉 六种神通出现 主要晓得 神通是自己的本能 鼓鼓对我 一天都不惜钱 为什么射掉了呢 就是迷失了自信 啊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把这个能量射掉了 啊 不其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本能就显现了 这张恶就没有了 张恶没自然显现了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了 我们现在练习的不够啊 啊 要加紧练的 啊 练不能离开境界 离开境界到哪里去练的 啊 离开境界念 那是初学 啊 对初学的人 写 但是 念到一定的程度 要接触境界 看看是不是 真的不染了 财塞明石水 碰一下 真不染了 那你功夫成就 一碰还染 我不行 啊 说明 你功夫不够 啊 不够 就赶紧原理 别去碰它 别去碰它 我不行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